一腳踩上櫃檯 情緒非常激動 好幾個人衝上前置紙 他完全不停 甚至還跨過透明隔板 柔性勸導很多次 男子情緒終於平復 只是 扶著桌子跳下來 瞬間滑倒 整個人躺在地上 四腳朝天 日前桃源一名王姓男子 跑到中立一間銀行 疑似要申請遺產 但文件沒有準備齊全 整個流程讓他很不滿 認為被行員刁難 爆發口角衝突 經瞭解疑似 晚安不滿提款流程 情緒激動於行內咆哮 且跳上櫃檯 警方到場後 將完安帶回 依刑犯強制罪 移送桃源地檢署偵辦 行員按照流程進行 明明是自己 沒帶齊需要的文件 導致沒申請成功 就控制不了情緒 爬上櫃檯 做出脫序舉動 也嚇壞不少人 TVBS新聞林志偉 身份桃源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